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神学的镜头是什么 其实这个科学的镜头是神学呢 神学的镜头呢也就是科学啊 这个是最终的一个答案啊 很多年前联合国就调查啊 近300年里最伟大的300名科学家 他们是否相信神 其中呢有38位啊 因为这个无法查明其信仰而不算数啊 剩余这262位科学家中啊 相信神的呢就有242位 占92.4% 不相信神的呢 仅仅只有20人啊 占总数的7.6% 在这些科学家看来啊 科学家和这个宗教并非是排斥关系的啊 他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世界的奥妙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科学的深入啊 越来越多的变量和这个因素 还有七点都被纳入到这个科学的范围里 那么越来越多不可解释性的出现 也造成了科学上的一大难题 因为科学呢是学无止境 我们能了解的呢 却很少 更多的宇宙二物质呢 是我们无法触及以及解释的啊 而宗教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简直的 你问他啥 他都说神的 你今天问他能不能下雨 为什么下雨 谁样呢 你要是觉得大海和宇宙啊 我们人类知道的很少 其实这个世界呢我们知道的更少 这个知识也是起点 因为它是无限大的东西 我们周边的物质能量等等啊 还有许多是没有被发现出来的啊 如果说大海和宇宙我们只探测到了5% 那么地球的物质呢我们可能连5%都探测不到啊 我们的理解也不可能超过这5% 牛顿和爱因斯坦呢 这些科学界的态度 并没有因为他们在这个科学上的造纸啊 而违背他们的神 他们认为他们已知或者发现的一切啊 都是被这个神设计好的 那么神学的重点呢 就是科学 他们是互通的啊 因为就好比你现在开的飞机 回到那个石器时代 你能在天上飞 那么你就是神 你要再拿点武器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手枪啊 你在眼距离啪一枪给他打死了 那你绝对这个神啊 你还能掌握人的生死 现在对光束的研究也是一样啊 如果有一个飞碟能够超越光束 那么你觉得这个驾驶飞碟的人一定是神 不是神呢 他就是外星人 因为他竟然能打破这个速度的限制 但是当你也超越光束的时候呢 就是人类超越光束啊 那么人类就是神吗 其实并不是啊 因为你超越了光束 其实你只是掌握了超越光束的科学 所以你用科学的基础 才能去超越这个光束 所以神学的终点啊 就是科学 Outro